外交部5月4日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 外交部副部长陈国平介绍了习近平主席 即将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 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庆典 并访问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有关情况 并回答了记者提问 陈国平说 习近平主席此次莫斯科之行 是一次维护和平、共创未来的访问 也是全方位推进中俄关系的访问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联合国成立70周年 中俄两国领导人商定 中俄今年将共同举办一系列庆祝和纪念活动 同国际社会一道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访问期间 两国元首将确定下一阶段发展中俄关系 和各领域合作重点领域和方向 阐述维护二战胜利成果 促进世界和平稳定 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原则 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 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 新型国际关系等主张 相信访问将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继续保持高水平发展 注入新的强大动力 助推两国共同发展振兴 助力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陈国平说 哈萨克斯坦是中国的友好邻邦 和全面战略伙伴 此访是习近平主席时隔一年多再次访哈 两国元首将共同规划 中哈各领域互利合作发展蓝图 包括推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 协调双方在一系列大项目合作上的立场 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 深入交换意见 陈国平表示 白俄罗斯是中国在欧亚地区的传统友好国家 习近平主席此访 对引领中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成前起后开创新局具有重要意义 两国元首将为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中白关系 做出顶层设计和全面规划 加强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 以及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与配合 巩固中白传统友谊 入随道 Grizz 感谢观看